所有人員起身默哀 为美国加州尔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枪击事件 罹难者及所有受害者祈祷 现场气氛凝重 因为这场枪击案不但酿成台桥一死无伤惨剧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台湾教授协会 更召开记者会 现场和当地的牧师电话连线 透露这起事件引发美国社会高度关注 心里非常的悲痛 撕裂跟苦楚 凶贤周文伟身份曝光 不但曾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统派色惨浓厚 且泛然东基也被美国警方认定 是基于政治目的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呼吁政府应该拿出积极的作为 严查和统会背后事例和中国政府关系 统一促进会以后 总会在拉斯维加斯在加州在全美 这个都是中国统战部的所属组织 民政院立法院应该加速立法 对外国代理人 危害台湾的民主自由 应该加以防范 我们也借着这个事件来呼吁 政府正视台湾某些统派团体 所散播的仇恨言论 见当中可说是认同冲突的一个海外延伸 除了防范中国势力介入台湾 立委根强调 台湾应该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 针对仇恨犯罪立法 这是对特定族群 特定团体的这种暴力 或严厉的一个霸凌 最明显的例子 在不久以前我们看到 有一些所谓统派的团体 对于这个所谓巴结语义的铜像 采取这个所谓切割铜像头部的动作 仇恨罪相关的这个罪行 来采取加重处罚的这样一个做法 就怕统战操作造成的政治对立 会在台湾酿成悲剧 各界判政府正式演绎修法 方方类似事件在台湾发生 我们刚听到除了长老教会 还有立委都呼吁 希望这个仇恨罪未来 是不是要立法 真的立法院要好好来讨论 而在FAPA这边 他们也发声明来谴责 而且说这一系列让人发指的罪行 就是出自于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 希望将嫌犯所属的组织 列为恐怖组织 列为国内的恐怖分子 而其实我们在谈到周文伟的时候 释放委员 因为大家都会说 这个合同会 这个背景 后面的这个头头就是汪洋 是不是跟中国有关系呢 中国这边是做出强力的切割 而且还趁机来骂了民进党 他们说台湾的绿色媒体 借机炒作 图谋利用不幸的枪击事件造谣 做政治的文章 认为这样子 台湾是不是用心险恶 毫无人性 他们认为说 我们台湾 我们的这个执政党 借着这样子的事情 不断的在发酵 他们认为这样是毫无人性的做法 我没有想到中国的外交部跟国台办 这么快就在切割 所谓他们自己的这个叫合同会 我先跟大家做一下 我两个部分要来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周文伟 他自己本身 我认为美国的FBI要介入 为什么呢 按照美国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在处理反恐或是处理所谓暴力犯罪里面 周文伟他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动机 不只是只有仇恨台湾人社团之外 我认为在美国社会里面一定还有潜藏很多的人 不一定是指台湾人 也许有其他的不同族裔的人 但是呢 属于这种孤狼式的暴力恐怖分子一定存在 为什么因为美国社会呢 他允许可以拥有枪支 不管一支合法非法都拿得到 那这位周文伟就像刚刚昆成所说的 他其实身上带着不同的武器 除了枪支还有刀子还有汽油弹 还用锁链把这整个的教堂都要锁起来 意思就是可能他就要一致 全部都把他杀光之后 可能自己要自强 那这样的方式呢 会引起美国 尤其这个中展阶级社会里面 亚裔的社会啊 在美国其实都是比较安静的 他不是每次有什么事情都出来 这个媒体上面 然后大做文章 这会引起恐慌 如果这样的事件呢 美国的这个检察单位 或者是警方或者是政治单位呢 不重视他的话呢 他会持续的下去 所以呢 这次看到这个加州的这个局局的检察官说 有可能啊 他会受到指控之外呢 有可能会判处死刑 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会认为后面的这个犯案动机呢 不要把它想成说 他就是台湾人 然后他不满这个民进党执政 然后他的这个写的纸条里面说 这个台湾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 等等这些没有那么简单 是什么样子的犯罪动机 让他选择在他从来不会去参加的一个 长老教会的一个教会活动里面 进去里面要与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这个这个是值得我们一起来看的 然后有关这个所谓的中华的这个 这个合同会 我们不要讲这个统促会或是统促党 因为大家会模糊掉 会混淆 合同会确实没有错 他是1988年呢 由他们的中国全 中共全国政协主席叫汪洋担任 他的副会长叫尤全 他其实是中国统战部的部长 那在美国他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2002年就成立了 那现在的总会没有错 他是拉斯维加斯的分会 是在2019年4月成立 那在2019到2020的时候 当时的川普总统 以及当时的国务卿 就是蓬佩奥 在他们的官方调查里面 已经认定 中国的和平统一促进会 就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 所以如果美国的官方的文件 包括国务卿都讲成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朱凤莲女士 看到汪文斌这样讲 我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他回去看一下 过去几年里面 合同会做什么事 合同会做了什么事 有没有影响到台湾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在上一届的时候 有咨询过我们的侨委会 侨委会说没有错 合同会呢 他们这是一个统战外围组织 进行的是推进全球 反毒促统的活动 做什么呢 以侨促统 以伤为证 以经逼证 用什么手段 渗透 恐吓 分化 笼络 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侨社里面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现在已经出现到 已经用这种恐怖的暴力的手段 甚至有一个英勇的台湾人医师 郑医师因此而死亡的话 我们更应该来重视他 那我在当时质询的时候有问过 统促会有没有来台湾访问过 有 在2016年侨委会有公布 我问了 统促会来台湾拜访哪些单位 曾经接触的 有中华侨联总会 对不起 还有中国国民党 有新党 有中国统一联盟 有台湾志工党 有和平统一促进会 有中华统一促进党 有中华新住民党跟工党 这些喊着有党的党派的色彩里面 接受合同会来拜访的时候 讲什么内容 除此之外 大家都还记得 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有主张 有武统台湾的中国学者李毅 他就来台湾担任 和平统一融合发展论坛的主讲人 谁邀请的 就是这个合同会邀请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2019年的3月 韩国瑜先生去香港 中联办拜访的时候 当时也是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有香港总会的卢文睿先生 也参与其中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这个照片里面 有写一个在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这个周文伟先生 他是支持韩国瑜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周文伟先生 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谁给他做这样强烈的洗脑 造成今天这样的暴力的恐怖案件 我觉得美国要重视 台湾内部也更需要重视 没有错那刚才有关提到国民党的部分 稍后子哲哥再来回应 这边我先请教一下宗理的是 合同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构 因为其实前美国国务卿 这个庞培欧他在2020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讲过 他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是受中共统战部控制的组织 应该要对其有所限制 所以这表示美国早就盯上这个组织了 总理 确实其实 庞培欧还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那时候就曾经想要把这个合同会 把它列为所谓的外国使节的团体 也就是说 他们确实就是掌握了相当的情知 了解说这个就是中共统战的单位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这次我们看到说 刚刚其实大家也谈到说 像这个周文伟这个人的一个犯罪 撤写的一个记录 说不管他是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或他有可能在美国 有类似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样态产生 然后导致他今天产生的去这个 这个加州教堂的这个枪杀的行为 可是我觉得这个枪杀行为背后 虽然看起来是个人行为 但是我们不要陷入了像这个国台办 或中共的这个外交部的这种 这个言论 他们现在都讲说 这个是个人行为 或者是说一部分的统派媒体 甚至也都说 这个是个人的行为而已 个人的心理状态 导致了这个所谓 现在他们定调什么 中国的官媒 现在要定调 就是说这起事件 叫台湾人攻击台湾人的事件 可是其实不是这么单纯的 怎么会说 这是台湾人攻击台湾人而已 他的背后当然是包含了说 相当复杂的这个政治因素在里面 我们知道说 在谈到所谓的仇恨犯罪里面 仇恨犯罪里面 当然就是基于这个犯罪动机 是基于一些偏见 什么样的偏见呢 大部分不外乎于来自于种族 来自于宗教 来自于所谓对于性少数的偏见 或者是最重要 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是 那这一场这个枪杀事件 当然是来自于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上 他有绝对的偏见 导致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 这样的悲剧 我们看到说在过去 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有啊 当然有 怎么会没有 过去其实一九八四年江南案 那时候中国国民党干的事是一样 而且是更一个恐怖的一种谋杀行为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某种程度凸显出 我们看到我们台湾 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转型正义 我们转型正义的失败 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动说 民主转型的过程里面 可是台湾还是有一群人 他觉得说 我们过去享有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利益资源 可是现在好像被剥夺 他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 比如说对于年改案子 他们有一个相对剥落感产生 可是他们还忽略到 其实过去长期以来 台湾人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欺压方式 然后呢 现在有人移民到 当初享受所谓我们说权贵好了 可以移民去美国了 然后在美国享有一个 你看有十二栋的房子等等 这样子一个情况 他还是有所不满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现在是台湾人执政的情况 是这样 对于台湾人执政产生的不满 过去我们的特选被剥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恐怖行为 在美国发生 美国是一个枪支已经 我们可以说枪支是可以持有 个人可以持有 可是在枪支合法化 在台湾并没有发生 枪支合法化在台湾并没有 难道台湾就没有类似的恐怖行为会发生吗 未来可能会有没有仿效的行为会发现 发生 我们要知道说 比如说未来 不要说未来 现在过去就已经有发生 类似的 我说讲哪一天 就是所谓的仇恨犯罪 恐怖攻击 也一样在台湾发生 我们看到说 韩粉可以高唱夜袭 然后说那个要刺向敌人 敌人到底是谁 敌人面对的是我们自己人 台湾人吗 看到过期的艺人 可以去对我们前文化部长郑立军国长的事件 然后对于李正会前总统 过世以后 还可以对他的照片撒红漆 然后我们看到说 废红袋一直在讲说 我们直接枪毙陈时中 所以种种的言行 难道我们看不到台湾 一样有发生类似的恐怖攻击事件 有啊 他是透过言论的方式 透过他的一个 可能行为上的表达的方式 这些大家很容易用什么来包装 用所谓的言论自由来包装 可是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 我觉得确实要回到说 我们国会是不是要有相关的立法工作 仇恨犯罪的立法 在英国仇恨犯罪 光是煽动仇恨犯罪 可以判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可是台湾 我们目前对于仇恨犯罪 所以我们是被用一个所谓的这个言论自由给挡住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们要看从这一起的这个加州的这个教堂的枪杀事件 里面我们要好好来省思反省 我们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转型正义 因为确实民众也会担心 接下来会不会有人有样学样 而为什么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底这个周文伟 为什么对台美人会这么的憎恨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来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